早期的不要吃药 那这里有突变也不管了是吧 有突变是万一将来有问题 但是我估计也不会有问题 就说明它这个肿瘤是有突变的 是可以吃辣香药的 好的好的 哎呀我一直整个一人生病 然后全家伙伴 不怕了你不要 千万你还是很警惕 千万不要信那些乱打电话的人 对我但是 这是早期的根本就不需要吃药 谁给你打电话呀推销呀 千万不要说 因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说 证据说说我有两个 然后因为里面有一个肺间有一个 那是多元发 那两个节节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它不是一个转移到另一个 那如果是转移就要吃药 但是这个不是一回事 就是17年就有了 对不是一回事不是转移 所以不需要吃药 好MRD也做了 然后我做了17年就花了2万多 什么都不需要做 做了手术就好 不做手术他都没对你没影响 你做了就好了 好的好的 别担心了 好那谢谢乔主 病人他们都接到一些电话 其实很早期的肺癌病人 做完手术大部分就治好了 不需要吃任何药 但是他们接到电话了 就说要吃各种的药 好 反正不同性质的药 吃了药以后了 说是能预防复发转移 其实这些早期的病人做完手术 不吃药也是能完全治好 不会复发的 所以如果接到电话 推销各种药品保健品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一定要找你的医生 找专业的医生 咨询一下 否则的话就容易花了钱 还取不到好的效果 还乱吃药对身体造成损伤